哈囉我是蜜 我們是阿蜜阿蜜 有一範範有名的書法 你應該有聽過 就是三對夫妻中有一對是離婚的 就在日本 大家各國各個 可是沒有去辦那個手續 對 還有就是非常非常多是 他們叫做家庭內別協 你進入這個家門 可是你完全沒有跟人講話 你也沒有跟他有任何生活交流 我自己看了一個問卷 是說有44%的男女 都曾經經過家庭內別卷 好多 就假如說你今天要離婚的話呢 在日本離婚 你真的可以從現在開始認真聽我說 跟大家講一下日本流程 就是剛說的 递離婚申請表格 你如果兩邊都同意 今天老公 老公說好啊 那我們就離啊 就這樣一筆簽下去就可以離成了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比較有問題的就是 一方不同意 那一方不同意的就是 你不要 你不要 這樣 就是一個無止境的回圈 因為我遇過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這種時候 我們就會去找律師 嗯 你一旦找律師 通常對方也會找的 嗯 他不可能一個 一個素人 普通人 跑來去對律師太奇怪了 所以他一定也會找律師 你們兩個都找律師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那就中午比較可以交涉 這樣子 通常那種 介入律師交涉 花大概一半年到一年左右 是可以 離婚成的 你花了多少 我花了一年啊 我提 我提到離婚成大概一年左右 可是我 我找律師到離婚成大概半年 因為律師他也想要 他們是收成交費的嘛 他一開始收你一半定薪 然後再收成交費 你離婚成功他才能收到他的那個 下一個費用 所以他當然是要趕快把你弄好啊 還要再去接下一個 但是如果今天你沒有辦法在這個交涉中 談成你們的離婚條件的話 就必須要上 要搞到法院去 那但是他不會直接讓你上法院 他讓你上調解庭 然後我那時候本來也很想上 因為我對於我前夫提的條件 感到很不滿 但律師 然後律師就一直跟我說 你調庭喔 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就是很多老人 然後你就去跟他講說 你們怎樣怎樣 你們怎樣怎樣 他們就會說 嗯嗯嗯嗯嗯嗯嗯 然後也沒有什麼可以解決 而且通常你這個 都已經上調庭 也不可能一下就調好啊 結果人家說大概調解庭 如果真的可以在調解庭 簽就是談好離婚的話 那大概也要花到半年 結果呢 你還是調解庭不行 那就上法院 是民事法院 就是要判離婚 可是除了判離婚之外 比如說裡面可能我跟你求償 精神損失 或者是很多人是要 產生侵權 嗯嗯嗯 對 小孩的侵權 對 然後 反正就是大意誠堂證據啊 什麼誰外遇誰不外遇啊 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全部都這樣一股腦的 放在這個法庭上 法庭也是啊 你有地方法院 高層法院 最高法院 如果你真的生到最高法院 都不知道幾百年而已 而且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身邊就有 真的到法院離婚 那他們有離婚嗎 他們的話有離婚 可是 真的超級離婚的 不過對不公開 真的都會花到四五年 好可怕 整身 這麼美好的人是不是就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謝我前夫 才會跟我離婚 然後 還有一個時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外遇犯法嗎 我跟大家講 其實外遇呢 是會發生一些問題 日本是沒有通姦罪 沒有錯 就他沒有刑法上的通姦罪 可是法律上有個叫做 有責配有責 有責就是有責任有責 但不是很負責喔 而是 要負全責 就是 都是你的錯 就是 今天假如你是一個有責配有責的話 就是 這個婚姻會失敗 都是你的錯 你要負全責任的 這個叫做有責配有責 很慘的一概 比如說 別人要跟你那個 要錢 你要付錢 之外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慘的就是 你會喪失離婚的資格 就是 如果 可非人家要跟你離 你才能離 而且應該說 人家要跟你離 你就只得 只得離 只能離 然後人家不跟你離 你就永遠不能離 好慘 這最慘 這個超慘的 因為想離婚的人 就是想離婚的 你還不能離婚 就是很可憐啊 而且這個 通常是 家暴 或者是 完全不付生活費 或者是 外遇被抓 然後外遇當然 你要找證據 像很多人都說 簡訊 簡訊 是不構成證據的 各位 這個東西可能要看 他們的判例 對 因為網上是說就是 你還是可以去努力的舉證 反正如果真的是變成有責的話 據說就是還是可以離啦 可是可能就要等很久 就是一個還蠻麻煩的事情 所以 反正如果 你要的話 就是還是不要被抓到 對 就是日本明明對外遇這麼的寬容 對 可是他這個有責的配偶者 這個概念還是在法律上是存在的 就覺得有點 奇怪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 不是只有夫妻之間的關係 就是當你是第三者的時候 你可能會面臨人配的告訴 嗯嗯嗯 對啊 失婚族是萬人迷 這是你本人 對 我本人 離婚一次的人 就是當我離婚的時候 也是一直不黏人被所有周圍的人說 那麼藝術模特兒よね 是這個 很神奇耶 對啊 就想說為什麼 你要離婚啊 你跟別人說 你跟朋友說你要離婚的時候 別人就說 不錯啦 不錯 為什麼有人注意嗎 真的超級掉虧的 而且其實我本來會以為只有男生這樣 女生也是 女生也是 女生也會被說 我本來以為是個安慰詞啦 嗯嗯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我確實 是 成為了一個萬人迷 對 這樣還不錯喔 我這樣還不錯 不覺得 所以不用擔心說離了婚就沒有對象 對啊 但要看 看你的那個態度啦 就人家說第一個 你如果 不告訴別人你離婚了 你 你不會成為萬人民 要坦然的說 喔 薩基你公小便 那種 就是至少你要是一個坦然的態度 對啊 為什麼會受歡迎呢 專家是說失敗的人 看起來比較謙虛 哈哈 就會比較體貼 嗯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耶 比較好像 就是不管男女 就比較不會那種很屌 對 就不會就是那種 不好意思 就是我已經失敗過一次了 那 那你還用我嗎 這樣 是不是會比較好 會 對不對 所以對 就是那種比較謙虛的態度 比較不會瘋茫逼你 然後還有我自己是覺得 不論男女 就是 太想結婚會很可怕 對 你怎麼了嗎 你之類的 對 對方會覺得 為什麼 怎麼了 因為但是已經 離過了之關人 其實比較不會 他就算想再問他 也不會真的那種 給你太大的壓力 就是他會覺得說 反正我已經知道 這是怎麼回事 也失敗過 對 所以他比較坦然一點 所以就算了這樣 網路上的問卷也顯示 有81%的女生是很開心 然後你問他們開心的理由 最大的原因是 就是終於可以擺脫那個討人厭的家 終於解脫了 終於解脫了 因為離婚的就是 你受害錯的那個人了嗎 你就是 終於 可以跟這個女生很花哏 你就會覺得開心 然後 還有就是 開心談戀愛 對 自由談戀愛 跟自由的使用自己的金錢跟時間 還有人就是有小孩 就是說 終於可以不要再想要面子吵架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人是開心的 其實我有一部分後悔的例子 我覺得後悔的人主要是 他沒有 他還是喜歡那個對方 但他沒有 他就離掉了 然後才會導致說 他就會覺得很寂寞 很多人是離婚後悔有時候 有人會寂寞 或者是 他突然覺得經濟壓力很重 什麼的 然後我有個例子 我就宿個美容師 因為我們就一開始 就講說我離婚他離婚 然後再講他離婚故事 因為你知道美容師就是很忙 所以他們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老婆就會一直抱怨他說 都不回家或什麼什麼的 後來老婆就很生氣 他就說那我們離婚 然後他就很難過 他就覺得說要晚回來 所以他那時候 花了蠻多時間 被老婆回掉 然後但他晚回來的 甚至他就覺得說 他不管這什麼 老婆都不滿意 然後他又無法 他那時候剛好要開店 然後他後來就跟老婆說 好吧那 如果你真的就是很想離婚的話 那我們就離吧 然後結果那時候老婆才 忽然變成說 沒有我沒有想離婚 其實我是很想 只是很想要你 拍到我身邊而已 就是那個老婆 是用離婚當一個 威脅的道具 然後那一瞬間 我那個美容師就 心灰意人 他就想說這什麼鬼 是心灰意人 他就想說這什麼鬼啊 我就立馬力 我不知道他老婆後來怎樣了 但我是覺得 你不能 你就是千萬不能用這個 就跟你用分手相比一樣 對阿 這樣子一次一定會後悔的 美容師也是就是 離婚之後很 很臭壞 他不是好像還蠻帥的嗎 他長得很像那個 就是很像 excite裡面的人 是大家都對於結婚 抱有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所以眼前這個有沒有 你要的是他的 某一個東西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 我全部挑戰不錯 殊不知 所以畢竟也是自己 當年 不太清楚結婚 這個東西的可怕 而且其實不是很多人 就說 同居會不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耶 因為我覺得那個 還是完全不一樣 你一結婚的那個感覺 還是會不一樣的 對 真的很想離的話 就 趕快行動 因為很多人會花 比較長的事 還有要花錢呢 說服別人也是要花錢 然後你請律師也是要花錢 你所有的調節 跟上所有的法庭 都是要請律師啊 所以全部都是錢 所以結婚太簡單了 我就覺得 對啦 掰掰 欸他已經 是喔 他到了法院喔 對啊 他超級沒有挑戰 哇靠 而且他從一開始 對他一開始說到 我們之前聽 就已經五年了 un 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